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消息流平台 主要是支撑着 咱们的 视频的直播 和 短视频的推荐相关的内容 那么它呢 主要是由开源的 阿布奇卡夫卡的集群组成 随着咱们日活的增长 以及应用场景的多样化 我们的 阿布奇卡夫卡的 这样一个消息流 这样一个 这个平台呢 也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挑战 比如说 我们的 随着日活的增长 我们的流量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 对整 整个推荐系统 对于 咱们 消息中间线系统的 一个稳定性 可扩展性 还有 鲁棒性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时呢 它们对延迟 也是越来越敏感 接下来就是 随着场景的 不但丰富呢 我们需要 让卡夫卡集群 来支持 几万个topic 或者是几十万个topic 在这个实现过程中 我们发现 卡夫卡集群 也是比较的实力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需要去统一 消息流场景 和对立场景 在现在的 现在的 那个实现方案过程中 我们主要还是 使用不同类型的 消息对立 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 比如说 对于流场景的话 我们会 主要是用卡夫卡 对于 对立场景的话 我们有 以及 Rocket 来 来cover住 这些需求 那么 这也对 对于我们的 消息对立 团队 提出了 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需要去 了解 维护 还有 就是我们需要 深入的去 了解 理解它的内核 并且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 能够快速的 帮用户去解决 这个对于我们 消息对立的团队 也是提出了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 同时呢 随着数量的增长 各种需求的 不断增加 我们几十个卡夫卡集群 在维护的过程中 也是消耗了我们 非常大的能力 那么 大家用过卡夫卡 可能会知道 他们在 卡夫卡在运维 以及 运维方面 是 不是在灵活 所以我们 B格这边 这个 对于 卡夫卡集群的 运维成本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 在 这样一个 大流量的场景下面 并且 并且 用户的 那个 应用场景 不太丰富 不但丰富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 能够 cover住 用户的需求 并且能够 保证我们系统的稳定 以及 降低我们 运维的成本 所以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 我们团队就做了一次 深入的思考 并且呢 做了一个 深入的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 咱们的 AVPASA就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并且呢 我们 花了差不多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对 PASA 以及卡夫卡 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 以及对比 形成一篇 一篇调研中树 然后 对于 对于PASA的一些 比较新的特性 以及它 它架构上 设计上的 优雅的 辩解性 使得 使得我们 我们觉察到 我们的一些需求 可能会 能够 被 AVPASA所满足 并且能够 解决我们 很多痛点 那么接下来 列出来就是 PASA对于我们来说 那个吸引我们的地方 第一个它就是 水平过展 并且呢 能够提供 非常低的延迟 以及高的存储 而且呢 重要的是 它已经经历过 大公司的一个 生产环境的一个挑战 在Yahoo那边 已经是大规模在使用 使用过很长时间了 另外它就是 它的持续化的 持续化的存储层 它实现了 存储和服务分离的一个架构 能够让服务水平扩张 并且存储呢 也是水平扩张的 这样相比较于 卡夫卡的运维工作而言的话 极大了减少了我们的 运维的压力 另外呢 它还有一些更加高级的特性 比如说 多租户 比如说 跨地域复制 等等这些特性 能够让我们在 那个 服务的管理 以及 那个多集群 多机房的 荣灾方面 能够提供非常大的便捷性 另外呢 它们 它对于 那极大 它的架构的设计的减变 也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运维成本 最后一点就是 它统一了消息对立 和流的 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 有了它之后 我就不需要去维护 各种类型的消息对立了 比如说Rocket & Co Rocket & Co 以及卡夫卡 使用Pasa 它的不同的订阅模式 就是 就能够cover住 不同类型的场景的需求 这一块呢 我后面会详细的 会介绍一下 第二部分呢 就是 Optipasa在 Beagle的生产应用过程中 它 获得了哪些成功 以及我们现在 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第一个就是 这张图上面 就展现了 Pasa在 Beagle整个消息流 场景下面的一个角色 它实际上是 我们是实际上是用的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 PowerSub的一个 一个模式 那么 在 Beagle这边 应用的 大数据这边应用的 比较多的可能就是 一个流的场景了 比如说 我们 Pasa的Topic 会应用到我们的实时书商 实时的ETL 实时的数据分析 以及 实时的推荐过程中 那么 最终的数据的 归属呢 会进到Hive表 或者是 写回到 Pasa的Topic里面去 亦或者会 写出到 CK 以及 HDFS 还有Redis等一些 外部存储 来供第三方 其他的应用 来使用 另外一个 场景就是一个 对立的场景 这个Cue的场景 是怎么样被满足的呢 它实际上是 使用了一个 称为Seal的消费模式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在 Aptipasa 在Beagle这边 它 利用了 我上述讲的一些特性 它是怎么样来 来 来获取了 一些成功 第一个场景是 那个 几十万 数万 或者是几十万 Topic的一个支撑 在我们的 之前的Kafka的场景下面 当我们有 一个集群里面 有几万个Topic 甚至几十万个Topic的时候 这个集群的性能是非常低的 那么它为什么会非常低呢 我们从左边这个图 来看到 就是 在Kafka的 那个 消息的设计里面 是每一个Topic Partition 都会 对应到 我们词盘上面的一个文件 那也就是说 在集群里面 当我们的Topic Partition 数越多的时候 对于单个Broker上面的 单个Broker词盘上面的文件数 就越多 虽然 我们Kafka是顺序 写入 以及顺序读取的 但是 当你这块词盘上面的文件数 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你 从 微观上面是一个顺序的读写 但是从 词盘的角度的宏观来看 它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的一个读写 那么随机读写 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吞吐的下降 那么Tatha呢 在 宣传过程中 它是能够号称 能够支撑百万Topic 那么它 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事情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这幅图 这是Pasa的一个 一个实现的激励 首先呢 我们需要知道 在Pasa里面 它是 它实际上做了一个 存储和服务分层的一个架构 那么是 那么服务 对于上层而言 那就是Topic了 存储呢 对于下层而言 就是一个一个的存储文件 那么怎么样把Topic 映射到存储文件呢 Pasa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它是在同一个时间窗口上面 对于写到同一个 Bookkeeper 节点上面的数据 它是 它首先会 在内存里面维护一个Memory Table 然后所有Topic的数据 都会总到这个Memory Table上面之后呢 它会进行一次排序 所以排完序之后 会把一个文件 会真正的写到我们的词盘上面 这就能够保证 你无论你上层有多少个Topic Partition 但是 对于底层的数据读写而言 它永远都只有一个文件 那么它就能够保证 这个词盘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顺序的一个读写的特性 那么它无形之中就能够支撑 上百万个Topic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Bico这边 在这个数万 或者是数十万Topic的成绩下面的一个收益 我们几乎节省了 那个一半的硬件成本 相比较于Kafka而言 因为这个得益于PASA在 顺序读写上面的一个优化 另外一个呢 它还极大地提高了咱们的那个 整个消息对立的一个稳定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Kafka里面 当你有上百万个Topic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词盘呢 它会变成一个随机读写 那么这个 这台机器实际上是不太稳定的 并且呢它的PageCast很容易被那个污染掉 那么在CatchHub Read的成绩下面 这个性能会急剧下降 但是在PASA做了一层优化之后 能够非常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它整个提高了 提高了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在第二个Case里面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 用户说 我下游的处理逻辑很复杂 我下游的处理速度很慢 虽然我这个Topic的流量很低 但是你还是得给我足够多的Topic Partition 来支撑我们下游的一个消费的能力 但是从整个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其实并不是太合理的 因为下游如果消费比较慢的话 就需要上游来去做一个协调 这实际上是上下游实现的一个 比较紧的一个偶合 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机制上面实现 我们上游Topic Partition 数 个数和下游消费者的并行度 能够一个解药 这样是非常好的 这样呢也能够解决 我们用户的很多的痛点 那么Pasa呢 刚好它提供了一个Sale的消费模式 以及K-Sale的来帮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怎么解决呢 它实际上在消息推送这边呢 它使用了一个Push的机制 也就是下游的消费者 他全部都订阅到我们 我们这样一个Topic Partition上面来 Topic Partition 然后这个Topic Partition Topic Partition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Dispatcher 来根据这个下游的消费进度 来通过Round Robbie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策略 把消息推送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上面 我们有五条消息 那么上面有三个消费者 那么这五条消息是怎么推送的呢 比如说M0消费推送给Consumer1 M1推送给Consumer2 M2 M1 M2推送给Consumer3 接下来M3推送给Consumer1 M4推送给Consumer3 这样这样的话 能够保证每一个消费者都是有 能够接收到数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能够按需接收到数据 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上游和下游的 一个系统之间的一个借用 那么这个工作做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的很多用户 就从卡夫卡这种限制中 来解脱出来了 并且呢 它的整个系统的吞吐 能够达到极大提升 因为它下游的冰性度 它可以随着市 它可以通过监控我消费的能力 来不断的去扩容 对上游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第三个Case呢 是出现MansConsumer的一个Case 这个Case 主要还是在我们 Beeagle这边的一个 实施态验的一个场景下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图上面 我们卡夫卡 是怎么样做这个事的 就是假设我们一个topic里面有三个partition 然后呢有三个消费者在这消费 Consumer1 拿到了partition1的数据之后 它会把这个数据 喂给下游的成为一个 modal training platform 的一个模型训练的一个 一个平台 这喂过去之后 然后这个平台就开始 对这个模型 拿这个数据进行去train模型 train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再去拉第二条 然后再去拉第三条 那么在模型的训练过程中 实际上这个地方可能会很慢 有些训练会很快 有些可能会很慢 它的步调呢是没办法保证完全一致的 所以就会出现了我们Consumer1 可能它的消息处理很快 但是Consumer3呢 它的消息就会处理的比较慢 那么这个时候 它一次模型的 这样一个流逝的一个训练 那么就会出现 有些partition它的数据 堆积的比较严重 它的模型去追溯的时候 就会很慢 那么就会导致某一个模型去train 的时候呢 它的进度取决于最慢的那个消费者 这个对于 整个实际键场景下面 这是 这个是 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么他们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 实际上是 我们需要 上游来配合 把这个topic的partition数呢 来来扩大 比如说 我给给了他100个partition 那么他下游 只有几种选择 他们要么就是50个partition 50个消费者在这消费 要么就是100个消费者在这消费 但是他不能使用51 52或者是53个消费者 在这边消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使用到 51个消费者在这消费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消费者并不是均匀的分到的两个partition 那么就会出现有些消费者消费的慢 处理的慢 有些消费者很快 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步调的不一致 所以呢 在我们的记忆学习的掌握下面 让他们从卡夫卡迁到partition 这边来之后 使用了我们的share的消费模式 那么从架构上面 就能够解决这种消费步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它是一种按需推送的一个模型 那就是比如说consumer3 它消费的慢 那么你就少处理点数据 那么consumer一消费的快 那它就多处理点数据 那么这样就能够保证下游的消费的进度 始终是保持一致的 这个 当他们从卡夫卡迁到partition之后呢 它实际上能够帮他们 节省下游的一些训练的资源 我跟相关的同事同步过 他们那边得出的结论是 下游消费的资源 切到partition之后 那个cpu 节省了53% 然后memory 节省了33% 那么这个 可能大家可能会疑问 我这 这样一个 模式的更改 它为什么下游能够节省资源呢 其实呢 在 卡夫卡的场景下面 他们要保证 每一个topic partition 能够尽快的去消费 并且呢 那个下游 让它消费的足够快的话 那么它下游实际上是要 那个扩 扩很大的一个变形度 并且它的变形度的数目 就是那个消费的consumer的个数 并不是灵活的 它必须得 那个 它必须得整除 我们的topicpartition数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不掉的一致 那么切换到partition之后呢 它可以根据它消费的 消费的快慢 来决定下游 我启动多少consumer 来做这个事 那么它 就可以去掉一些冗余的一些资源 能够极大的来 来提高它训练的效率 并且呢 能够节省很多的资源 那么 讲完了咱们三个 收益比较大的场景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比格这边在 从Kafka切换到Pasa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场景 这个case 我们有 几万 甚至几十万个应用程序 是work在Kafka上面 也就是这个应用程序呢 它是Kafka的producer 把数据写在Kafka topic里面去 然后呢 下游会有Kafka的consumer 去把数据 从topic里面消费出来 来进行处理 那么 这些应用程序呢 可能会是使用Java 或者4加加Python 或者是Go 各种各样的语言 来实现的 那么 这就给我们的 效率率同 就是 从Kafka切换到Pasa 提出了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 我们几万 甚至几十万个应用程序 怎么样能够 无缝的抢一道Pasa 这边来呢 一种方案是 我们需要去 让用户去升级他的 那个 SDK 从 Kafka的producer 或者consumer的API 升级到Pasa的 相关的API 那也就是 那实际上就是 这些应用程序 已经完全变了 所有人 想要接到Pasa这边来之后 必须得全部都改变代码 然后进行测试 回度 没有问题之后 才能上线 然后切换到Pasa这边来 我们可以想一下 几万 甚至几十万个应用程序 都得改变 那么对于用户而言 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可能某些 某些代码 是一些组成代码 当时写这些代码的人 的同事可能已经离职了 那么后面交接接手的这些同事呢 可能对整个的细节不太熟悉 那么让他去改这个代码 实际上 对对于他们而言 这个 那个成本和收益是不在等的 那么动力呢 可能也不太足 那么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的Plan B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 我们能不能 让用户 不改大码 就直接从 卡夫卡切换到Plan B 里面来呢 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的话 那么 我们整个的签议工作 就会 简单很多 而且用户呢 也能够更加的接手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次签议的一个目标了 我们尽可能的需要去 降低用户的一个 签议过程中的学习成本 首先呢 我们必须得支持各种类型的 各种类型的 各种语言的 卡夫卡的扣端 来签议到Basa 比如说 我使用 我有一程度 使用加倍写的 往 卡夫卡 Topic里面写出去 有些是4加的 有些是Python 以及Go 另外呢 我们还得支撑 在每一个 语言类型的 卡夫卡的客户端下面的 不同版本的一个支持 比如说 有些用户 他使用了 那个 卡夫卡0.10的版本 的客户端去读写数据的 有些同事呢 有些应用程序 它是0.9的 有些可能是2.0的 有些可能是1.0的 那么不同的版本的 那个 客户端 他使用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 去兼容 主流版本的协议 来让他 能够无缝的来 迁移到咱们的Python 这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另外就是 我们需要保证的 就保证的是 应用程序不能够 说 我改变代码 再重新编译一遍 然后把它上线 把它上线 这个 功能量太大了 而且对于用户而言 这是很难以接受的 这事情 第四点就是 我们最好啊 这一层切换 从卡卡 切换到帕萨的过程中 最好能够让用户做到 物感值 用户透明 就是他根本就不用 关心下面 到底是一个 卡卡的一个实现 还是帕萨的实现 对他 对他而言就是一个 topic的抽象 然后他把数据 往这个topic里面写 然后再把数据从那个 topic里面消费出去 就可以了 他不用去关心下层 到底是什么 这这样的话就能够让用户飞 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用户体验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我们如果做的足够好的话 那么用户可能连这个连接地址 这个broker list的也也都不用改 他就是完全无感知的就从 卡夫卡牵引到发塞里面 这个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中极目标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是最好的 但是呢前面四个可能还是得必须得 必须得能够实现 才能够实现中央用户呢 更加无缝的来来前一过来 并且他们的成本是最低的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也在去思考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呢 那个我们另外一个项目就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那就是KOP 称为Kafka on Pasa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 我今天介绍的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KOP 是怎样帮助我们 Beagle这边 从Kafka 迁移到Pasa 把应用程序从Kafka 迁移到Pasa 上面去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KOP的一个架构图 它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Kafka的PortocoHandle 有了这样 这一个PortocoHandle之后呢 Kafka的Lib 以及Pasa的Lib ColdanLib 它就可以选择跟不同的PortocoHandle 进行一个交易 然后实现一个协议的一个解析 最终把数据写到咱们的PasaTopic里面去 那么我们KOP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个框框里面的这个内容 那么有了KOP之后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么Plan B呢相比较于Plan A 那就是完胜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说KOP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呢能够实现我们刚刚所列出的目标 那么它到底是在消息堆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它能不能提供和Pasa原生的客户端一样优秀的性能 这个也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如果我们用了KOP之后发现它的吞吐下降了 那肯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KOP在整个Pasa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中间这幅图 可能按照我的意思进行的一个表述 就是Pasa呢 它提取了Kafka一部分的内容 对外暴露出去 然后 让它跟原生的Kafka的API进行交互 啥意思呢 它实际上 这个图里面 这个前半部分 就是它的Kafka的一些协议 就是 客户端通过RPC 把 进行一个交互的时候 那么 Kafka的协议 是需要能够被 Pasa里面的 那个称为 Kafka Particle Handle的 这样一个组件能够解析 解析完了之后呢 能够把数据写到 Pasa Topic里面去 它实际上做的是这样一个事情 它 那么在这一层来实现这个目的呢 也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 我们所有的客户端 Kafka的客户端 都是可以不用改的 因为它都是通过 Kafka API的协议来交互 我们只要能够 能够把这个协议处理好 那么这个事情 就能够变得很简单 那么 客户端这一层 就可以做到一个无干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那么协议之间 会有版本的迭代 我们在支持不同的 我们在支持同一个 语言客户端的不同版本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去支撑 Kafka不同的协议 比如说 V1 V2 这几个版本的协议 之间的一个兼容性就可以了 那么只要把这几个协议兼容了 那 各个各个版本的 比如说 0.10的 1.0 或者是2.0的Kafka的Client者 都可以无缝的来 和咱们的Pata进行交互 那么总结下来呢 实际上 KOP 它扮演的是一个 Kafka Server的一个角色 对和Kafka所有的Kofka进行交互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它会解析Kafka的协议 并且解析Kafka的数据 并且把最终的数据 会写到Pata的topic里面去 记住 这个地方 最终的数据 还是在Pata的topic里面 Kafka Kafka 只是解析协议 第三点 这也是最重要的 Kafka Kafka并不是一个proxy 它是一个protocol handle 什么是proxy呢 可能了解了ngins 或者是 HDFS router同学 可能会知道 proxy实际上做的是一个 协议的一个转发 就是我接收了这个协议之后 我会把这个协议转发到 后端的服务端去做处理 那么这个转发的过程 就会涉及到第一个协议的解析 第二个协议的转发 这个性能呢 是很难保证的 那么在 在kop里面 它做的是一个协议的解析 而不是转发 那么它就能够保证 比较好的一个性能 那么 在咱们beagle这边 引入kop的历程呢 其实也是很曲折的 就是我们最开始去调研 这个方案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了咱们StrainAve的 那个kop的这个项目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去压测的时候 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后面随着时间的退移 咱们StrainAve的小伙伴 还有咱们腾讯 腾讯的小伙伴 还有我们beagle的小伙伴 就是我们三 我们三方一起 来不断的去迭代 并且呢遇到问题 就会在局面去反馈 并且呢 那个随时去拉 拉会来同步 来解决问题 最终呢 把这个问题 把kop 涉及到性能 涉及到稳定 涉及到吞吐 相关的一些 一些问题呢 都解决的比较好 然后 能够让它在2.8.0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进行release 那么我们来 首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beagle这边 在使用kop的过程中 会之前遇到哪些问题 我们的关注点在哪 在当kop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才能决定它可以上线呢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performance 以及那个capability 也就是它的分数和坚弱性 在我们接触kop的时候呢 我们做过一次压策 压策的过程的结果呢 其实是不太理想的 大家可以通过右边的这个图 来看得到 我们使用一个partition 和三个partition的topic 进行生产和消费 生产者和消费者呢 都是一个 我们发现啊 那个消费的吞吐是上不去的 那个当一个partition的时候 我们生产的吞吐能够到 达到200兆大币每秒 但是消费呢 吞吐到不了100兆 可能80兆左右 然后当 我们当时就是怀疑 那会不会是因为 topic partition partition数的限制 导致到它的吞吐上不去呢 然后我们就 提高了partition 从一个变成三个 这个生产的吞吐确实能 能够上了 并且呢 能够和原生的 passa的client 能够 持平 能够打平 但是消费的吞吐依旧 是上不去的 当我们有三个partition的时候呢 那么消费的 吞吐也就在 100兆大币每秒 这个 这个对于生产系统而言的话 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 我消费 是赶不上生产 这个 这个是没办法 来 来 来上线到层面的线上的服务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 这地方到底慢在哪 会不会是慢在他的解码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 kafka的消息的格式是memory records 然后 pata的消息的格式是entry 这个地方肯定会存在一个消息的转换 所以呢 我们就深入的去看了一下 我们的 编辑码的 一个逻辑 也就是 kop的incode和decode的逻辑 那么 这个图上面呢 是当我们用 那个entryformat 使用kafaka的format format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incode 一个是decode 我们从 先看下这个incode incode的那个输入是一个memory records 它的输出是一个badbuff 它实际上是一个entry的 一个序列化的一个 一个badbuff 对外的等等 那么 那么decode呢 它输入是一个entries 是一个entry列表 记住这个地方 是一个entry列表 不是单个的entry 它的输出是一个memory records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地方肯定会是 是会存在一个数据的转换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那个数据转换是怎么做的 我们首先需要注意incode incode是一个memory records 转换成一个entry 但是decode呢 是多个entry 转换成一个memory records 这个地方会设计到entry 像memory records的一个转换的工作 之前的实现版本是 之前的实现版本是 我们不断的去便利 每一个entry里面的那个memory records的一个列表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entry里面的那个record的列表 然后把records拿出来 然后 再一个一个的放到咱们的memory records里面去 那么它实际上 是做了一个便利的一个工作 不单单是便利 而且这个地方 还做了一个 那个解析的一个工作 所以通过监控上面来发现 这个过程是非常好使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bookkeeper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最终呢 那个 组装成一个memory records 之前的结构 之前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 我们把数据 从bookkey里面 不断的把一个一个的entry读出来之后呢 这个entry会通过一个方法的调用 拿到它的结果的数据 称为一个memory records 这个memory records呢 它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一个record batch 里面有很多的record 这个record 个数是不一定的 是不定的 这是不定常的 那么 当有很多memory records 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组装成 一个memory records 之前的做法是 就是把 通过一个迭代器 把每一个memory records里面的record 全部都拿出来 然后排列在一起 这个过程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排列 这个过程是非常好使的 那么我们就在想 能不能做一个优化 让这个record呢 这个record batch里面的每一个record 都不做这样的解析 就是它来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放成了一个record batch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然后呢 我们就详细的去了解了 卡夫卡memory records的一个 数据的组织结构 我们发现啊 每一个record batch里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header的 这个header记录了 它每一个 它后面records的一个偏移量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根据 每一个record batch 在整体memory records里面的一个偏移 来 来将 这个header里面的这个偏移量呢 进行了一个一个重置 就是 我们reset了 每一个record batch里面的 那个header里面的offsets 然后 组装成一个memory records 那么 通过KOP 发给客户端 客户端拿到了这样一个memory records之后呢 它会去读每一个batch record的这个header 然后拿到偏移量 然后最终把这个数据呢 给读出来 出来 经过我们的优化之后 我们发现 这整体的一个吞图 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大阶段 左边这个图上面呢 是一个partition一个producer还有一个consumer 在调优之前和调优之后的一个情况 我们发现 在调优之后啊 这个 这个消费者吞图最少是翻了三倍 并且呢 能够和生产的一个吞图能够打平 但我们把这个consumer的个数从 一个提高到三个并且三个partition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消费者吞图 一下子上来了 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优化之后 那个使得咱们的KOP的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吞图能力 能够和人生的partition clients 能够视频 能够让他具备了一些 具备了最基本的那个上线生产环境的一个条件 当然啊 我们Beagle团队这边 不单单不单单是在 这些生产的和消费的吞图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然后在于一些机制啊 比如说我们的监控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修复上面 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个条约工作 然后目前呢 咱们的KOP 已经正式上线到咱们Beagle的生产集群 来支撑我们的那个任务的一个群移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 那么首先第一点 还是使用KOP来不断的讲话我们应用程序的迁移 从Kavka迁移到PASA上面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用那个PASA的那个不同的消费模式 来cover流和对立场景的这样一个特性 来统一我们的消费对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实现 我们会从Kavka RocketM Core以及RocketM Core RocketM Core上面全部都逐步迁移到PASA上面来 来支撑整个公司级别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服务 第三点就是我们会持续的把更多的一些应用 会逐步的迁移到PASA上面来 然后呢 我们会利用PASA GeoReplication的特性 来实现多机房异地 溶灾的溶灾的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对于异地溶灾或者是多机房溶灾的话 这个在这个对于一些广告或者是对于那个文明性 还有数据那个完整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长期下面 这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当一个机房挂了 我们其他的其他的机房能够快速的能够提供服务 第五点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去优化OPTIPASA以及BOOKEEPER的一个 一个performance 以及它的稳定性 最后一点我们会 那个结合NinxIO协议站 来去持续的去调用咱们的BOOKEEPER 能够让它适应 在我们BOOKEEPER BOOKEEPER这种这边大流浪场景下面的一个 一个吞吐的一个表现 对 那么我今天的那个介绍呢 就基本上主体内容就结束了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就谢谢大家 坦白 是 三公里 轻轻 是 十五月 三公里 二 三言 是 我